投資朋友 台北股市還在跟大家恭喜發財呢 大家有沒有接受到這個財神的訊息呢 我們在過年之前要會員部署的股票 現在一檔接一檔持續的爆發囉 這個禮拜我們已經在Lite這一邊分享 會接手神盾集團來接棒往上漲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大家都有掌握到了嗎 切記加入Gio老師Lite 務必掌握住領先市場的賺錢資訊哦 歡迎收看標股空盤數 我是陳俊恩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台北股市到今天還在跟大家說 恭喜發財 大家有沒有接受到這個財神爺的訊息呢 今天大盤是創下歷史新高的哦 你會發現盤面漲停板的股票 還是超過40檔 來大盤日線圖 你可以看到哦 從過年之後上個禮拜四的開盤 一直到現在短短4天 你如果看著大盤來講 大盤日K是橫向整理的 可是你如果看 就說大盤指數有漲有跌 每天漲停板的股票 確實比過年之前還要多更多 至少都40檔 我們已經跟大家來做強調了 你只要懂得去抓到市場的資金哦 這個連續四天下來哦 其實OTC貴買指數 他連續往上天天創新高 他其實已經告訴大家 為什麼漲停板的股票會這麼多 因為上個禮拜連續的兩個交易日 每天都是50檔以上漲停板 這個禮拜昨天還有50檔 今天也有43檔 你說現在這個錢好不好賺 只要你懂得去買對股票 事先做好卡位 不要胡亂追高 這個盤就是財神爺在送錢給你賺 那今天來講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在過年之前 陸陸續續跟大家來邀請你 一起報股過年獲利換股 跟著我會員一起報股 這些股票一一來做表態來衝出來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6811的紅機資訊 你可以發現這一檔股票 他告訴你的是什麼 不要看到漲起來才去追 很多人在上個禮拜看到AI股很強 可是你發現說你追完AI股之後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有沒有錢賺很難 可是你會發現 從我們上個禮拜陸陸續續 一直到今天這一檔的紅機資訊 我們在節目上跟他開牌亮相 把會員訊息 攤出來給大家來做驗證 你可以發現攤開他們日線圖 全數都是怎麼樣 整個在去年12月份沒有表現 甚至跨年過後 上個月1月也沒有表現的個股 現在市場的資金走的就是輪動的格局 個股輪動的行情 所以你會發現說大盤連續4天 你把日線圖攤開 橫向整理 可是標股呢 創新高的股票呢 就是一檔接一檔往上來做接棒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紅機資訊他所告訴你的 透露出來的訊息 還是一樣跟我們怎麼樣 上個禮拜開牌亮相的4968的利基 所談的 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是一樣的 你在股價還沒衝出來創新高 甚至拉漲平板之前 你在橫盤整理低基期的時候 來做一個卡位進場 後續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賺得到 那個落後補漲的行情 今天來講的話還有另外一檔 這一檔股票 我相信也是一樣 你收看我的節目 忠實觀眾都知道 我去年賺過這一檔 3005的神機 這一檔股票 他3月1號要法說會 你可以發現 這一檔股票 他在過年之前有沒有表現 一樣我們把時間軸拉出來 去年12月份沒表現 今年的1月份過年之前沒有表現 可是過年之後就是這種股票會接棒 所以你買對股票來講的話 現在大盤台北股市跟你說恭喜發財 你自然就賺得到 這一檔的神機 是我在過年之前賣掉一些AI股 轉進來獲利了結 轉進來爆股過年的股票 他今天創下掛牌新高 來 投資朋友你會發現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是要抓到這樣子會輪動接棒的股票 你才能夠在這個市場裡面賺得到錢 來 當然了 神機這檔個股來講 我們去年第四季有賺過他一波 所以自然而然下面第二段的機會 我事先發現了 就會帶會員來做卡位 你在過年之前有接受我邀請的 自然而然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能夠賺得到神機拉起來創一個掛牌新高 根本不用等到那個3月1號要法售會的新聞 那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的Light小雅鼠J78 你只要有加入這個禮拜 我們已經在盤中尾盤 來去提醒下一波 或來接棒神盾集團 輪動往上做一個反攻的個股了 我希望說那個族群來講的話 你有加入我Light小雅鼠J78 你現在都會知道 因為我連續兩天分享 這個族群來講的話也是AI相關 而且怎麼樣 AI股漲了一輪又一輪 不管是從上游漲到中游又回到下游 這個族群來講的話 從今年的1月到現在都還沒有表現 所以AI股還是有沒有漲的一個族群 我們已經在Light來做分享 在這個時間點你加入我的Light 切記你手中有個股不曉得該怎麼處理的 不知道他後續有沒有機會再往上空 我要不要報到3月 如果不能報到3月的股票 你這個時候你要懂得來做換股 特別留意 那我的YouTube頻道 凡是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相信我們在節目上 所去跟大家談到的關盤的重點 包含了個股的解析 你都可以來做驗證 來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大家務必要知道 因為你絕對可以發現說大盤創新高的 OTC貴買指數連續4天創新高 如我們的解析 你抓得住行情的一個資金輪動 資金的流向你知道在哪裡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說這個時間點很好賺 但是你如果硬是要去什麼 追那個人家賺過的股票 這個時間你會非常辛苦哦 來 不要說什麼 就拿G老師的神盾集團來說就好 我是領先全市場 在去年聖誕節就告訴大家 市場的資金會流向神盾集團 我在節目上跟他邀請來操作神盾集團 甚至安國2號安國3號 這從去年的11月底 就已經開始邀請大家 我領先市場那個併購力多 包含了挪威主權基金兩個月 我已經在兩個月前 邀請你卡位 甚至是一個多月大賺的個股 你到現在才要去買 會不會很辛苦 神盾今天有拉到300塊 然後後面打到跌停板 請問你如果追在那個300塊附近 280塊附近 你好受不好受 包含了這一檔 我也賺獲利翻倍的安格 我在節目上已經跟他聊過了 你買那個110塊的 你如果有本事你賺得到錢嗎 你買110塊你看一下 今天殺下來的時候 是破110 讓你以為會跌停板 後面再拉起來回到110 所以你買110塊 你在最近的行情裡面 安格你好受不好受 我們過年之前 2月2號 124塊漲停板獲利了結了 我現在理他 現在還在那邊上衝下棋 包含了 神盾集團裡面 我相信這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我們在過年之前邀請大家的 而且兩根漲停板撞還 我在節目上就跟大家 恭喜發財啊 我們撞完紅包啦 紅包股我們撞完了 你現在才要去追的金像光 你會發現 他有沒有辦法在這個最近這個短期內 回到我們所賣掉漲停板的136塊板 很難嘛 所以我們已經賺過了個股 你這個時間點你務必要知道 你要思考的是 下一檔的複製標股在哪裡 安國就是神盾集團裡面 第一檔讓巨老師 衝出代表作獲利翻倍的那個個股 你可以發現 我們都已經賺了133%了 你現在還要去做他 一樣啊 一下子拉起來 一下子打跌停給你 你看他打跌停了以為完蛋了 後面來講尾盤又拉起來 請問一下安國現在 你敢不敢說他後面還有機會 可以供到幾塊錢 所以哦 輕輕鬆鬆可以做教來賺錢 你不做 你幹嘛要做那種辛苦的事情 那我希望說這個時間就好是 你鎖定了新的標股 甚至就是說大家你在哦 封關的時候你有看我們的節目 我對你聊到2024年 會標出來的新股票 他絕對會有兩大條件 不是轉機的題材 不然就是整個業績成長 當然啊轉機跟成長也包含了說 他的那個產業的景氣 是從谷底翻身上來的 你如果掌握住這個前提 懂得去做選股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一檔接一檔來做接棒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在昨天已經跟大家公開亮相的上銀 包含了我們過完年後 上個禮拜就跟大家所聊到的利基 這兩檔全數都是什麼 轉虧為盈的轉機題材股 那我希望說現在你要看的說 不只是轉機題材 那個元月營收創新高的個股 代表的是什麼成長 3005的神機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範例 好我們剛才聊到這檔股票是12月份平的 1月份沒有表現的股票 所以什麼 現在所以來接棒 你可以看的到就是說 這檔股票你如果夠了解它 你就會懂說這檔股票一定有 後面來講一定有梗 不然12月1月 它不會打底打得那麼漂亮 2月6號 神機這一檔股票 它元月營收創下18個月的新高 上新聞 2月6號 投資朋友 封關了 你怎麼買股票 對吧 那包含就是說 你如果知道這一檔股票 你夠了解它 昨天盤後的新聞 3月1號要發說會 你如果昨天盤後 看到這個新聞 你想要買它來得及嗎 你可以看一下 你 只要早上一猶豫 就直接讓你沒有機會買得到 我們不用去 不用去深論就是說 它接下來有什麼樣的利多 你只要知道 法人的資金 尤其是外資 事先都用什麼樣的方式在卡位這些股票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抓到複製的標股 所以我們根本不用等到 3月1號 法說會上新聞 我們再去買它 2月2號那一天封關日 我相信你有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包含了2月2號 封關的前一天 我們就有一批的個股 把它獲利了結 它神機就是我們獲利了結收回資金卡 為了其中一檔個股 所以我們在過年前就已經做好部署了 過年之後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哎呀要法說會剛好是什麼樣 一個機會幫我的會員來做抬轎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不只是整個 我們神盾集團就已經領先了市場 我們操作的個股都是領先市場一步的 而且就要是買它 都是在怎麼樣 還沒噴出去之前 你夠了解我的話你都會知道 我買股票我帶會員買股票 都是低檔卡位的沒有再漲起來 我才市價用追的沒有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說盤面上面 漲停板的股票很多 那創新高的股票每天都有超過50檔 你怎麼買 抓到市場資金的流向 它已經告訴你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整個行情 要漲的是1月份過年之前沒有表現的股票為主 而且它必須要有成長題材 轉機題材 AI股很強 對 但是你要知道 AI股來講的話 你已經是從過年之前就應該買好的 不應該是過完年後這邊才在追 今天這一檔的宏基資訊也是一樣 我們報股過年的股票 待會會一樣 把它的會員訊息攤出來給大家看 你會發現 一樣都是在1月份12月份沒有表現 兩個月沒有表現的個股 AI股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想賺 你看到很多的節目 如果很多人都在賺AI股 對 可是有多少人可以告訴你 AI股的應用接下來會漲到什麼地方 6811的宏基資訊 它說穿了 就是AI股從上游漲到中游 中游也漲完了漲完了漲到下游 供應鏈下游都漲過一輪了 換它們了 它就是因為AI題材的應用 所去受惠到的族群 所以你要知道說市場的需求一直存在 所以你要懂得一輪一輪的下去做輪動 你不能看到誰漲再去追 你看到誰漲再去追 我相信你可以回頭來看 廣達是我們 其實在過年之前在這一邊就已經跟大家講過的股票 我們也告訴大家這檔股票我不留 你可以看得到 我不留賣掉獲利了結之後 它橫盤整理只多了上個禮拜 這個跳空上漲而已 其他的都沒表現 可是我在這一邊就已經把它換股換掉了 做好了這一波的獲利了 這是中游的股票 當你知道就是說 市場的資金會一直在AI股 沒有錯 但是你要懂得去抓輪動啊 你如果晚了一步你會發現 資源也很強啊 可是資源來講的話 過年之後就有這個跳空 後面來講的話 三連黑打下來啊 只差沒有跌停板而已啊 很多AI股都這樣子啊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選股很重要 來 我們已經在Lite這一邊提醒AI股 現在最落後的族群在哪裡了 6811的鴻基資訊 之外還有其他 跟他一樣在那個還沒噴出來之前的那個位階的個股 我的Lite已經提醒了 小老鼠J78 我們昨天跟今天連續兩天提醒 到底是AI的哪個族群 好不好 你想賺就跟著我一起來做 你不敢買 你不知道怎麼買 讓我來帶著你買 這個時間點 財神也持續在恭喜發財 要大家一起來賺錢 你不可以在這個時間猶豫 當然我也希望就是說 不要去看到別人 那個賺過的股票 你才要去追 很容易吃虧的好不好 來 我們已經聊到了掌握住領先市場的資訊 你才可以讓自己贏在起跑點 小老鼠J78 如果你還不曉得 AI股還有哪個題材 是落後的 現在來講的話 進入3月之前他會補漲 趕快加入Lite 小老鼠J78 我會持續持續來分享 我希望說這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市場資金流向在哪裡 會漲哪些股票 你不要股票衝出來了 你才在問老師還能不能買 老師我能不能追 很多投資朋友追到最後一棒 最近這幾天下來 明明大盤他在創新高 可是那股票就是什麼 從高點往下來做拉回 我不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是屬於這個族群的人 這個領先市場的資訊 我們這兩天已經持續的 在我的Lite這邊來放送了 你千萬不要錯過好不好 昨天的尾盤1點29分 我們已經點名出來 是哪一個族群了 今天的尾盤 我們直接點名 有哪幾檔股票 你要懂得去做追蹤 當然啦 你有追蹤我的節目 你找一步加入我Lite 全市場裡面 賺神盾集團 我說第二 不敢有人說第一 我說我是全市場 最會賺神盾集團的分析師 我相信 不敢有人否認 因為市場上面 就我 在去年聖誕節就跟大家聊 你要懂得去追蹤神盾集團 神盾集團有哪些股票 我Lite從去年聖誕節過後 持續分享一個月 所以當你已經看到那個併購的利多出來 挪威主權基金買神盾集團的股票 落後兩個月了 好不好特別留意 大家可以看得到 神盾集團我有三檔股票獲利翻倍 三檔股票 同一個集團個股 我三檔獲利翻倍 你覺得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下一批會接棒神盾集團的個股 下一批會接棒神盾集團的族群 我有沒有資格帶你一起來做事先的卡位跟佈局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我鎖定的那個自選股名單裡面 同樣是併購題材 同樣是那個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有轉型 併購的機會 如果我已經帶會員部署在一個低檔的位置 你難道真的還在等到說噴出來了 利多釋放出來了 你才跟進來做抬轎嗎 好好思考一下哦 因為去年的11月底 我已經針對安國2號安國3號 後面來講的話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神盾跟那個安格 我當時候在跟他邀請的時候 大家根本不曉得有什麼利多 我帶會員進去卡位的時候 經過那個16個交易日 才知道說原來神盾有一個併購的計畫 現在全市場都知道 神盾集團在轉型為IP公司了 好 如果2024年 有一些的公司他會跟神盾一樣 做相同的事情併購 或者是他股權被收買 小公司被大公司股權收買 請問一下 他未來股價的表現有沒有機會可以 複製安國神盾整個集團的表現 新安國的標股 我現在陸續的在找買點 你如果沒有賺過神盾集團 你如果神盾集團買進了 不管是安國啦 神盾啦 或是安格 你都賺不到大錢 獲利不到那個超過四成 你來找我 神盾 安格 安國 這三檔股票 你操作沒有辦法賺超過四成的 你來找我 因為我鎖定了新黑馬裡面 我有信心 我 看得到 有複製安國 新標股的機會 因為一開始我們賺的第一檔就叫安國嘛 所以神盾我們是安國二號 安格 我們把它設定為安國三號 這個你看節目都知道 我在那個Lighter早就已經公開了 所以下一檔可以複製他們的股票 相同的那個利基點 我已經找出來了 當然啦 這個時候我如果帶貨員來做卡位 你不要又錯過了 小雅鼠J178想賺 務必來加入喔 好不好 那我會持續來做邀請 當然2024年新標股轉機加成長 我不是只有封關日才講 我在跨年之後 跨年之後進入2024年的1月 第一個禮拜過後我就已經在節目上來做一個強調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發現 陸陸續續以來 具備轉機題材轉虧為盈的公司 我們早就一步帶會員來做部署了 4968的利基 包含了就是說 我們已經跟他分享一段時間的3588的通家 轉虧為盈 包含了就是說 現在全市場都知道 在整個AI供應鏈下游 然後公司是轉虧為盈的利台 我們都在上個月 他股價還沒噴出去的時候 節目上就已經分享了 包含了這個禮拜 才開始接棒突破區間 然後拉到快漲停板的上影 來 你可以發現喔 你追蹤就老師的節目 追蹤就老師的Light 這些的股票 我們都是領先市場 你根本不用等到後面他飆出來的 你才去追 你才知道這些股票 我相信都說 當我們帶會員來去部署利基的時候 大家還沒發現他們 因為很多人還在追那個漲起來的AI股 但是AI股的應用 現在來講也許你會知道 欸老師我知道 AI股應用 現在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機會是在AI手機 對 利基就是AI手機的一個受惠族群 人家他股價已經漲這麼一段了 有兩根漲零板 下一檔 一樣轉機題材的個股 我有沒有這個告訴你 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去 去做一個比較 3588的通家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來分享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來鎖定的時候 這檔股票 有沒有噴出去 還沒嘛 昨天我們再一次提醒完 他今天是不是創新高 好 如果跟通家一樣 都是在今年一月份沒有表現 等著在二月結束之前 三月之前 他會來接班的個股 你是不是現在就要買好 好好思考一下 舊老師絕對都沒有在做馬後炮的事情 你跟上我的會員操作 你當我的會員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在第一批的時間 來做部署 來做卡位 2465的立台 當時候我們跟大家來做分享 主要是因爲什麼 卷資比 因爲公司虧損沒賺錢 因爲他的股價沒有像其他AI股一樣噴出去 所以看壞他的人 會想欺負他 所以造就了像這樣的股票 融券越來越多 啊卷資比越拉越高 所以造就什麼 前面一月份沒有漲 12月份沒有漲 然後整個行情 經過一段時間的洗禮跟輪動 過完年後終於輪到他們了 像這類的股票會不會複製 會 我已經鎖定好了 你要賺 你不是再去追立台 你要賺就是跟著我去部署 下一檔可以複製這樣股票 一個操作的機會 上銀 我相信 我們昨天也把整個會員的對話記錄 雖然不是每一個全部秀出來 但是就是說有跟我對話的 你大概看一下那個對話記錄 我都直接講 那個日幣貶值日元很弱 眾所皆知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事先想到 日幣很弱 日元貶值 30年新低 對 什麼股票會漲 這個都是我們在過完過年之前就已經先布局好的股票了 他給你半個月的時間 當然我們也去抓一個絕佳的買點機會 帶貨員在過年之前卡好位 就等的是在過完年之後 現在的一個輪動格局 等著來做表態 來 所以下一檔的個股 你要知道 我已經鎖定了 你千萬千萬不要 跟過去一樣 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浪費了一個機會 等到3月份才用追的 來這個long time級的特惠計畫 切記哦 財神爺現在還是持續跟大家來做恭喜發財 人家在說恭喜發財 你要不要賺錢 賺錢有這麼勉強嗎 特惠計畫 這個2月份的新黑馬 我鎖定是什麼 銜接到3月 你不用追的 你現在買好 3月份拉起來 其他人會替你抬銷的個股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錯過 我希望就是說 今天外資反手買超了 你可以發現 每一次外資賣超的時候 或連續賣超的時候 甚至1月份還有破季限了 大盤季限破掉有沒有 你會看到天天外資賣超 你現在回頭來看 那是買點還是賣點 昨天外資是不是賣超 可是你昨天敢買 今天大盤創新高 所以外資賣超 你如果怕在前面 或者是你就有一個不好的想像 哇 後面的行情 你自然而然 又是要用追的 有沒有道理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上個月而已 1月份而已 選舉投票之前而已 你經歷過了 外資在那個時候 連續賣超了 對 可是你後面發現 那個時候你如果敢買 你賺到現在 從過年之前 賺到現在過年之後 有沒有道理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宏基資訊 這檔股票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 把它日線圖攤開 它就是個標標準準 低基期輪動的個股 它今天拉漲停板 我們已經聊到了 它就是在一個 AI股 漲過一輪又一輪 從上游漲到中游漲到下游 後面來講的話 所延伸出來的 這個應用領域的股票 那這個時間點我希望 我們直接把這個會員信息公開 我讓你知道 像這一類創新高漲停板的個股 在過年之後會做輪動 我們什麼時候就已經開始 帶會員在部署卡位了 我們在過年之前 之所以這麼高調 在節目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我賣 漲停板我賣 我帶貨員獲利好錢 對 因為怎麼樣 我們講了 我們有新的標的 新的黑馬 要報股來過年 可以逢低卡位 我們為什麼 不把賺錢的股票 先賣掉收回資金 切記哦 除非是那個 我已經掌握到 它是個大波動 會獲利翻倍的個股 否則這一邊 短線的輪動 我是抓得穩妥妥的哦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今天來講的話 也有促漲停板的銳欲 它一樣 也是屬於低基期輪動的股票 今天是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一年的新高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們也是 在過年之前 就已經來做卡位了 為什麼我在過年之前 會賣掉這麼多股票 原因就是在這裡 那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不怕大家一起來做回顧 AI股 我們賣很多嘛 台光電 兩根漲停板 賺了32% 直接獲利了結 齊鴻 雙鴻 兩根漲停板 賺了38% 我們獲利了結 雙鴻 3324 賺了超過三成漲停板 獲利了結 創新高獲利了結 6684安格 神盾集團的股票 波段獲利 115% 獲利了結 為什麼 我這些股票沒有賣 會員哪來資金可以去 部署那一些黑馬股 來報股過年 對吧 你家又不是開那個銀行 印鈔票 我的會員家裡面也沒有在印鈔票啊 我這一些賺錢的股票沒有獲利了結 怎麼有那一些現在 陸續衝出來接棒的股票呢 3530驚象光 這檔股票 我的會員都會知道 你只要有跟我去做這檔驚象光 我們早在2月2號連續第二根漲停板 就是過年之前 倒數的第二個交易日 要封關的前一天 禮拜五 我們早就第二根漲停板賣光光了 哪會等到現在 哇追高啊 看到跌停 然後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看看那個金像光 下次要摸到136塊要多久 好不好 新的百萬紅包股 我等你來賺 那我這邊也告訴大家 我可以賺得到神盾集團 領先市場 我自然而然就有辦法 找到下一批可以複製安國 新安國的標股 所以新的百萬紅包 我等你來賺 小老鼠J78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相信那個萬潤 這已經是舊的百萬紅包股了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喔 你只要資金夠15張150萬的獲利 金利科我們在第一批從聖誕節過後 第一檔台積電概念股就是他 10張獲利214萬 神盾 這檔個股就是我最近這一個多月以來的代表作 你可以發現 當市場在1月15號發佈利多 我們在利多前的16個教育日 就已經在第一檔帶會員來做卡位了 現在股價超過300塊 10張早就可以獲利 賺超過180萬了 這一些百萬紅包股 不好意思都是舊的 安格一樣 15張就可以獲利99萬了 因為我的那個清代會員裡面最基本的 就是15張 那當然有那個那個張數 然後資金比較小的也許10張左右的 那另外不談 我在聊著說這邊你只要有資金 百萬紅包股 我有信心帶你去掌握到下一檔 最怕的是這個時間點你有資金 結果亂追亂押 反而就是說進入3月份 你手中的個股 一大堆都是從高點往下掉 我不希望你看我們節目是這樣 好不好 我們已經聊到一個道理了 手頭顧貨財就不怕手位做紅胎 我們不曉得 也不必要去說過度解讀說 這後面那種大盤 啊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加拿大都要討論嘛 哎呀那個聯準會3月份可能不會降息 聯準會要降息應該要到6月了 對很多人擔心這件事情 哇台幣在最近來講 然後會貶值 台幣貶值大盤居然創歷史新高 啊這個漲是虛的 很多人也擔心這件事情有沒有道理 都有道理啊 可是我說你不用想那麼多 手頭顧貨財 你把選股做好 大盤在動盪 想不到你做紅胎 你根本不必害怕 因為你做好選股 很多的股票 它是比大盤強的 神盾集團就是這樣啊 從安國 神盾 安格 到後面接棒的金象光 大盤跌的時候 它反向在創新高 台系電概念股更是這樣啊 所以掌握住這個道理 選股先做好 跟了G老師來做操作 布局好下一批會接棒的個股 你根本不需要去擔心說 3月份會不會從高點拉回 3月份會不會從高點跌下來 不用 如果你跟著我一起操作 選的股票 買的股票裡面 有安國的基因 神盾集團的基因 你管它大盤回跌對不對 我已經鎖定好新黑嘛 裡面的題材 就是有鎖定有併購 甚至是收購股權的那一些的題材公司 我希望我們在低檔來做卡位 這個時間點你切勿在錯過 尤其是你安國 安格 神盾 你自己操作 賺不到四成的人 這個股票 你務必要鎖定 讓我帶你一起來賺 小老鼠J178 歡迎你一起來加入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還可以操作 理工人 你還可以擱作